现在在红韵天国花园 也就是红韵文创中心的六楼 空中花园 我跟邱旭在这边工作 这是一个礼拜天主日的下午 天气非常好 三点过后啊 花园里面就是很凉 邱旭采访一下邱旭好了 邱旭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剪枯萎的花 沾灶的花 把它剪得变漂亮 心情会很愉快 邱旭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剪花 因为觉得这里很好 平常上班就压力比较大 然后每天每个礼拜 如果没有来这里都很想念了 所以我利用下午的时间来这里帮忙剪花 让这里变得更漂亮 让很多人也一同来参与 让大家一起来参观 感觉这样很好 我非常喜欢 谢谢邱旭 邱旭是我们的新朋友 那他也很喜欢花 然后我们剪 今天的工作是剪蚕花 就是说 圣经说花必貂蚕 草必枯干 但是唯有上主的花必永远立定 那蚕花 花会叼蚕 那这个蚕花如果不剪的话 来我们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就是还没剪 很多凋谢的花 本来它都很美的 它本来花是这样的 那结果开满了 刚刚谢了 如果我们没剪掉 它就会慢慢的 呃 雕 雕 雕尾啊 枯尾 那我们就会把它剪掉以后 它会长出新芽 就像隔壁的这样子 非常的美 那我们看到前面的罗勒 罗勒也都开花了 罗勒很香 是煮意大利面的好材料 那这里面 你看这个是新的 新的那个 花梗好 那它这个花 好像叫什么 碎状花絮是吧 它就往上这样子长好 然后 你看它的花好可爱 蜜蜂都会蓝 是种状花絮 还是碎状花絮 我现在也忘了 好 那剪掉以后呢 它就会长出新的嫩的 不然慢慢它就会枯掉 然后整颗花就会慢慢凋败 可是如果没有剪过 它就会一直都美美的 长出叶子啊 你要做菜的时候 也是可以 煮意大利面的好材料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就比较少凋谢的花 都是新的嫩芽 那这个你看 就是都 很多凋谢的花 这个都要剪掉 然后让它能够变成像这样 长很多新的嫩芽出来 就可以继续的开花哦 以上是天国花园 今天的日记